好 大家好 來到Science Journal的時間 今次都是講一些關於科學科上面的一些操守的問題 那麼有一個Visobola今次就發現了他被人發現 或者他之前的文章是有機會可能是有些錯誤的行為 那麼這個Visobola其實是什麼呢 那Visobola這個人如果你們有看Science Journal的話 其實你會留意到他大概就是在 好幾句之前應該在八月左右的時候 他就找了很多關於Alzheimer病毒的一個男人 當他在找人的時候很明顯別人也在找他 所以他就說其實他現在就經過了仔細審查之後 Scrutinize 這個字挺厲害的 就是Careful Investigation Scrutinize 那麼就發現了就被人通知 其實有兩篇他之前很久之前 十五年前都被拆出來 這個文章就應該有機會是有些有問題的一些影像 其實就牽涉到他本身之前的Supervisor 即那個Mentor 就有機會可能是這件事其中 就說了 其實這些問題都應該會在 在他整個Mentors的整個Career裡面 都可能是持續地牽涉到他當中 那之後 那在整個問題裡面 他就覺得 即他前Mentor就覺得 其實那個Funding Set也是對的 不過有機會可能有部分的Data被Exaggerated 但是這位Visobola 即是說回的時候 他都覺得Nurse來的 自己都覺得很噁心 因為他找人 現在被人發現了他自己做錯事 甚至其實都未必一定是關他做錯事 只不過是他那篇Paper 有掛他的名字的時候 那篇Paper有些問題 在這個案件上面 他的舊Supervisor 其實就努力地 嘗試幫這位Visobola開脫 即是覺得 其實不是他的問題 其實是我自己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嘗試去 了解多些背後的問題 但是由於那個Mentor 其實都已經近乎退休之年 所以其實他已經丟掉了那些獎 以及已經把那些原相都已經刪除了 所以其實在去研究這個案件的時候 相信也會有很大的困難 那現在被人問 就是問書的 很明顯就是Visobola 之後其實他會有什麼行為 他都會說 既然現在都覺得可能是有些問題 他都願意去收回他的文章 以免造成更加多的傷害 他也再找多了一些人 跟他一起去看看 他的舊Mentor其實所有的Paper 究竟是有什麼問題 他會發現到其實當中 有很多Paper 其實都會有些問題 而他們的共通之處 都是他的Mentor 令到他Mentor的聲譽 其實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受損 然後這裏就開始列出 其實當中的Paper 可能是在不同的 哪些雜誌裏面出現 到最後 Visobola 說回其實他都發覺到 他自己有一個迫切 要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都會有一個近似於 一個忠告的觀念 去追求一個 Academic Integrity的時候 他不單止這個要求套用在其他人身上 而也會套用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看完之後 我有什麼評論呢 其實就是講到 Paper Matthew 其實他本身知道就是 Visobola of the Alzheimer's disease which is in the boat of the field and is now charged for the academic integrities and the cases are linked with his mentor The Oldman Goblin Apart from their co-author papers Other papers offered by Goblin were also found suspicious Circate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worked with others to look for possible misconduct Yet the raw materials may never be found 因為剛才都講到 原先那份paper的相片 可能都已經刪除了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It is like a TV show of crime investigation This time the detective was caught and was put on the trial Besides I liked his comment at the end 我自己都覺得 逢做這些事的人 大家都明白就是一定會被人指著 當你不斷要求其他人的時候 自然別人也會要求你 所以其實他最後那個 comment 也都很煩人心醒 即是他都明白 當他這樣站出來的時候 自然會有人挑戰他 今次就自然被人捉得到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When a society is asking for a perfect solution It is never something you can find in science If you look for similar things in politics I am sure that horrible things happen 當你是要求這個science 是給一個 perfect solution 在我的角度來說 這件事基本上是一個 impossible pursuit 因為其實我們science 有新的data去驗證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推翻一些 舊有的想法 而我們很多時候看這些 publication的時候 都一定要留意到 會不會有可能 有些人在當中有一個 academic integrity的問題 另外很多時候 有些人為了要找 perfect solution 推而求其次 可以說是 嘗試在政治上去尋找這些答案的時候 我都很相信一定會是一個 不理想的一件事 我們下一次的science journal再見 在這裡先祝大家聖誕快樂和聖年快樂